一生何求 从宽缺放弃于拥有 好尽我这一生 足够都已跑过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 对陈百强这个名字重点不陌生 他演唱的一声何求 偏偏喜欢你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曾几度获得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金格金曲等大奖 香港娱乐圈四大听王的兴起 让叱咤乐坛的音乐王子陈百强跌入人生低谷 年纪35岁 突然离开 让无数人感到心痛 图图今天就来说一说情歌王子陈百强 陈百强1958年出生于香港 父亲是一个富商 自幼收到父亲的喜爱 从小生成敏感 又执念了他 打小就喜欢音乐 父亲内心十分渴望儿子能听自己的话 在商业领域有所成就 却拗不过儿子对音乐的执着 中学毕业后 陈百强辍学在家 曾加入谭永宁组建的温娜乐队 父亲索性成全他 送到美国旧金山学习音乐 1977年 陈百强因家事返回香港 19岁参加香港山叶电子琴比赛 并获得冠军 同时被无线电视签约为歌手 就此踏入演艺圈 1979年 他被张国荣经纪人 谭国基发现 并正式加盟EMI 同年推出一首《眼泪未流》 在第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多奖 之后开始一炮而火 1980年 他的粤语专辑《几分钟的约会》 获得来金唱片奖 1980年 陈百强游戏要在海里 与翁敬军协运 从此 陈百强对他用心所说 而翁敬军也对英俊的大才子颇有好感 陈百强有一次浮起游戏视频 外界都在从我们分手 翁敬军惊讶 我们在一起光芒 陈百强深受打击 翁敬军不是对陈百强毫无感觉 只是从小飘黄的经历 他们学成安全 他渴望的安稳 注定故事性格优势的陈百强 此年 翁敬军嫁给了香港著名武术指导 刘霞良 1981年 陈百强出演电视剧《突破》 何超雄在戏中客传 两人的故事从此开始 那一年 何超雄19岁 陈百强23岁 郎才女貌 性情相配 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拍摄期间 陈百强丢了一块名贵的波绝表 找了好几天 没找到 当时何超雄知道后 立即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给他 但赌王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 原因很简单 他有意培养女儿 何超雄为接班人 以赌王对未来女婿的要求 怎么可能同意女儿 嫁给一个明星 最终 两人分手 何超雄嫁给了香港富豪徐靖亨 1983年 他发行粤语专辑 偏偏喜欢你 该专辑发行后 达到白金销量 获得香港电台 始达中文金曲奖 同年 担任香港无线电视台节目 自称一格的主持人 1988年 沉寂五年的陈百强 凭倩语七年代表 成多始达金曲奖 并在叱咤乐情流行榜年军班前以上 获得通派 仅次一台影音合唱不容 1989年 陈百强参加东京英语节 批一曲《偏偏喜欢你》 斩获TVS大奖 将当年香港所有音乐榜首大奖 收入囊中 战赏香港歌连风唱 好景不成 1990年 郑稀勇 刘德华 黎明 郭富城 等一代歌手迅速崛起 成为香港乐坛的四场天王 陈百强再次陷入事业低谷 在一次采访中 周润发这样夸赞陈百强 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 希望大家爱好 也爱陈百强 我们都是受保护动物 早年陈百强并不活 多亏张国荣提醒 张国荣会招呼媒体去采访他 这就是陈百强 不如你们也采访一下他吧 后来陈百强和张国荣 也合作了两部电影 贺彩和失业声 无例外的是 两部影片男主角 都是风头正经的陈百强 而张国荣只能扮演 反面角色衬托他 两人的歌迷和媒体也喜欢 拿他们来做比较 因为种种原因 张国荣宣布自己 不再和陈百强合作 2003年 陈百强35岁的生命 划了最后而永远离开了世界 采访中梅艳芳这样评价陈百强 我们都是对感情很敏感的人 所以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陈百强的一生 懂得越来越年轻 但是陈百强的乐坛生涯 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还被称为 子大天皇之夜 他的离去 可以说是乐坛的极大声师 他称得上是一位光明兽 懂得作曲 作词 弹琴 在香港乐坛 像陈百强这样 周身高的歌手 不多见 图图今天 就会很完美 你还想知道 现在我们想弹起故事 关于评论之后 谢谢图图 他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